从小特别懂事 试试为别人考虑的女生 结婚过后 大概率会过得很不幸福 因为这样的女生从小就被教育 让她试试先考虑他人感受 他人需要 让她要听长辈的话 要听所有人的话 要顺从不要反驳 这类女孩长大过后 进入到婚姻里面 就会表现得特别会主动地付出顾全大局 有什么委屈她都自己一个人扛着忍着 她们还会不断地安慰自己 哎 没事吃亏是福 哎 没事忍一时万事大吉 结果她们的忍耐换来的 就是别人对她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我有一个来访者 是家里的长女 她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她从小就被父母要求要照顾弟妹 结婚过后 以前公婆可能顶多就是提意见阴阳怪气 说她不如别人家的媳妇勤快 现在她的公婆真的是明目张胆了 在亲戚朋友面前 就说她做事不够勤快赚钱还不多 她老公呢 也是一开始只是跟别人暧昧 见她受了委屈 也不会怎么样 胆子就越来越大 天天在外面玩 不爱回家了 她也不敢跟她父母说 而且每次她一个人带孩子回去的时候 她父母还会说她 说外人怎么什么说她家里的事情的 让她要把她的男人管住 还说她 你怎么连个男人都管不住 你能不能别给我们丢面子 我就真的特别心疼 这些特别懂事的女孩 小时候也许你的懂事会换来父母的夸赞 但结婚过后却不一定会换来公婆的善待和丈夫的疼爱 我也特别恨 恨铁不成钢的恨啊 这些懂事的女孩 她们懂事倒没有对错标准 没有底线 没有原则 我恨她们把伤害自己的武器 亲手递给那些人 我恨她们不会保护自己 所以我真的希望 那些懂事的女孩们 能够勇敢地学会对不合理的事情说 不 能够勇敢地活出自我 过自己想要的人生 这些懂事的女孩